永乐广场前锣鼓声响 后头大型月老神偶沿街发送喜堂 一旁民众争香前来 希望拿颗糖沾沾喜气 农历8月15号中秋节 刚好也是月老诞辰纪念日 台北下海城王庙特别准备九成大蛋糕 要帮月校老人祝寿 祝寿切蛋糕是每年传统 活动开始前就已经聚集满满的排队民众 大家都等着品尝这份幸福滋味 吃平安然后吃结缘这样子 就是会有幸福满满的感觉 我住附近而已 所以这个活动一直都有 九成蛋糕制作过程废工 庙方特别找在地老饼店精心设计 也希望让来自各地的游客 能够吃到大稻城老店的好手艺 另外今年还请来日本乐团 现场表演 甜美歌声搭配乐器演奏 让庙前洋溢着浪漫氛围 冲绳的特派少女来做表演 其实好几天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肯定要有九成的蛋糕 这个蛋糕为什么一定要九成呢 因为我要求它再高 它说它做不出来 那就九成吧 没有想到九成真的就够了 我们来的那个方圆 即使说来了三百个人都够吃 夏海城王庙因为月老 带动地方产业发展 也曾经多次到日本交流 每年都会吸引大批观光客 来到迪化街 也成了许多民众 求姻缘必到之处 庙方选在月老诞成举办庆祝活动 和大家分享幸福 也延续传统宗教文化 开播到台北书有新闻 邱世民产保报道